美国炮制的溯源报告依旧没拿到实证 然而事实却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近日一个消息引起了世卫组织震动 在2019年的生物样本中 发现了一些国家存在新冠病毒的踪迹 大海捞针式的铁证被找到 这也意味着美国所谓的溯源面临破产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 将在不久的将来着手排查2019年的新冠相关潜在病例 目前意大利已经开始 2019这个数字直观重要 这意味着在武汉集中爆发前 世界各国就已经有零星病例的存在 只不过没有引起重视 比如最新和世卫组织合作排查的意大利 在2020年初就面临着和武汉一样的情况 比如传播迅速增长速度极快 本土病例不断新增 即使是政府以最快速度进入紧急防控状态 并采取措施 依旧没能阻止其扩散 因此当地科学家早就怀疑 该病毒早在几个月前就形成了当地的传播 只是未被发现 而如今在经过大量样本排查时 怀疑找到了佐证 意大利研究人员在保留的肺癌患者血液样本中 找到了新冠病毒的抗体 并于2020年11月刊登在了肿瘤杂志上 在文章中学者表示 新冠病毒早前就已经在意大利隐秘流行 只不过被当成其他病诊治了 除此之外 在与活病毒的综合实验中 在多个2019年10月的抗体显示出了消灭活病毒的能力 这些都能为新冠病毒的产生提供新的思路 只不过非常遗憾 这份杂志并没有在当时引起重视 直到最近意大利在证明 新冠病毒在2019年夏季就已经在当地流行 这件事才被翻出来 本月初《柳叶刀》杂志收到投稿 在意大利伦巴蒂的皮疹样品中发现了新冠病毒 而这份样本来自于2019年 研究者对这份样本进行了口验诗子 尿液和续青的检测 并在核酸检测时 只观检测出了阳性 更令人振奋的是 此次研究属于大对立的研究 并非零星病例 让新冠病毒早在2019年就出现 这一论点有了扎实的证据 也对未来新冠病毒溯源的范围 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此大海捞针时的铁证 也难怪会让世卫组织深受震动 美国人搞得溯源终究会破产